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胸椎运动 矫正肩胛骨与背骨 一 将健康体带诊放置于肩胛骨的下缘 仰躺在地 肩膀贴于地面 膝盖伸直 双腿和脚尖维持自然 全身放松 二 平举双手伸展身体 手掌靠拢朝上 深呼吸使胸部扩张 维持这姿势五分钟 起身时 先转动身体侧躺 用双手撑起上半身后慢慢起身 胸椎运动 重塑脊椎S曲线 一 将健康体带诊置在肚脐下方 仰躺在地 肩膀贴于地面 膝盖伸直 双腿和脚尖维持自然 全身放松 二 平举双手 贴近耳机 伸展身体 手掌靠拢朝上 使胸部扩张 三 深呼吸使腹部凹陷 把横隔膜往上提 起身时 先转动身体侧躺 用双手撑起上半身慢慢起身 腰椎和骨盆运动 矫正骨盆倾斜 使前颈或后颈的骨盆回到正确的位置 一 仰躺在地 肩膀贴于地面 膝盖伸直 双脚张开与肩同宽 脚掌成八字形 脚趾靠拢 二 平举双手 伸展腰部 手掌贴于地面 手臂身体内侧靠拢 起身时 先转动身体侧躺 用双手撑起上半身慢慢起身 腰椎和骨盆运动 矫正坐骨位置 让坐骨回到正确位置 一 仰躺于地 把健康体带枕置于肚脐下方 注意骨盆要位于枕上 二 屈膝双腿 脚底相处 脚尖贴齐 维持这个姿势三分钟 起身时 先转动身体侧躺 用双手撑起上半身后慢慢起身 矫正骨关节 骨盆如果扩张 骨关节也会根指外翻 造成大腿往外突出 一 仰躺于地 把健康体带枕置于肚脐下方 二 弯起一边的膝盖 两个膝盖相对 双腿贴于地面 身体保持水平 维持姿势两分钟 三 接着 换另外一边重复动作 也可以双腿同时屈膝 起身后 先转动身体侧躺 用双手撑起上半身后慢慢起身 三 腰椎和骨盆运动 缓解小腿肚 帮助淋巴循环 一 仰躺于地上 将健康体态枕置于小腿肚下 脚踝向上攻起 二 左右摆动放在枕上的脚踝 左右腿各20次 三 接着 换另一只脚 起身时 先转动身体侧躺 用双手撑起上半身后慢慢起身 腰椎和骨盆运动 伸展雕塑运动 一 仰躺在地 把健康体态枕置于腰部 弯曲膝盖 上半身尽量保持静止不动 二 双膝一起稍微向左倾倒 维持这个姿势一分钟 三 双膝一起稍微向右倾倒 维持这个姿势一分钟 一天五次 起身时 先转动身体侧躺 用双手撑起上半身后慢慢起身 腰椎和骨盆运动 锻炼臀大肌 一 俯卧在地 将健康体态枕置于齿骨之下 二 弯曲双膝 把脚举起 腿部靠紧并拢 维持这个姿势五分钟 起身时 先转动身体侧躺 用双手撑起上半身后慢慢起身 腰椎和骨盆运动 锻炼臀部侧边 一 侧躺在地 把健康体态枕垫在骨盆之下 一手支撑头部 一手贴于地面支撑身体 避免前傾 二 抬起位于上方的脚 维持这个姿势五秒钟 重复着动作五次 转到另外一边重复同样步骤 起身时 先转动身体侧躺 用双手撑起上半身后慢慢起身 在此 提供您脊骨神经和慢性疾病相关的对照表 来帮助您更了解自己 知道需要加强哪个部位的运动 舒贝尔健康伴侣 俊望股份有限公司出品 提供您健康和舒适的享受 满足您的期望 请遵照医师的指示 循序渐进的运动